京华风云录 京夫子著 第四卷 血色荆棘 第十一章 永福堂前一凉空 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席卷神舟大帝 一支以毛泽东语录谱写的语录歌 在全国数千万大中学校学生中狂热传唱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 千头万绪归根结底 就是一句话 造反有理 造反有理 革命无罪 造反有理 农村贫下中农开始新一轮的暴力行动 捆绑吊打地主 富农分子 城市青年学生纠斗出身的富 资产阶级的校长 教师 机关单位则大抓小吴涵 小邓拓 称之为反革命黑帮 三反分子 哪三反 反党 反社会主义 反毛泽东思想 为此 林彪麾下的军队喉舌解放军报社论宣称 凡是三反分子 无论他的地位多高 资历多老 都要全党共讨之 全国共诛之 党内外的知识分子生命有如狂暴风雨中柔弱小草 然而最早已生命抗争的又恰是一批是可杀 不可辱的知识分子 被誉为新中国最高学府之一的北京大学甚至出现自杀群 5月18日 一级林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反政变长篇讲话的当天晚上 党内著名才子 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 在家中吞服整瓶安眠要自杀 他死前留下一封遗书 不忘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用以保护他的妻子 孩子 邓拓于1944年在禁察记根据地极其艰苦的环境里 独立编辑出版了中共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受到毛泽东击赏 邓拓享年54岁 邓拓死后第五天 5月23日 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 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田家英 在住所中南海永福堂的东乡房 毛泽东私人图书馆内悬梁自尽 田家英与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同岁 在任职毛泽东秘书的前后 曾教授过毛岸英 毛岸青兄弟国文 毛泽东一度视同自己的孩子 1949年随毛泽东一家住进中南海后 还兼任过毛家总管 樊毛泽东的文稿 书信 毛的稿费存取 毛家重要客人的迎来送往 代表毛去看望某位知名人士或送一笔钱给某位亲友 田家英事无事不经管了 赐奉了老的还要伺候小的 在50年代 田家英和毛是一家相处融洽 包括岸英 岸青 刘松林 毛远欣 王海荣这些老家晚辈在内 和岸英更是情同手足 稀乎牺牲在朝鲜战场了 毛家唯一不好相处的是女主人江青 田家英看不惯江青喜怒无常 以止气使又自我尊贵的做派 但江青经常被毛主席当着工作人员的面痛斥 女主人不被男主人尊重 也就不被大家尊重 连卫士们都敢私下里学江青扭屁股走路的骚态 斗乐子 有时毛主席壮健了 也不制止 只是苦笑笑急转过背去 应当说 到了50年代中叶 田家英才进入政治上 思想上的成熟期 开始追求自己的独立人格 他勤奋工作 读书 记忆力惊人 凡中外点击 党内文件 均能过目不忘 毛泽东经常移动念头 急命他去查对古人的某首诗 某篇附中的句子 或是马恩列斯著作中的某段论述 他总是很快从凡好的图书点击中找到出处 摘录出来成毛泽东参阅 胡乔木曾笑称他为主席身边的活字典 他业余时间喜欢跑琉璃场 在旧书库 书摊里寻找明清字画 善本图书 并对明清历史有了浓厚的兴趣 不时撰文化名在史学杂志上发表 他还爱好金石 拜金石家康生为师 他把自己的住处称为小莽苍苍斋 崇敬务须变法七君子之一的谭四同 任谭四同变法失败不逃亡而慷慨就义 是近代知识分子的风骨典范 他也崇敬另一位先贤林泽徐 专刻一方印章 为林泽徐的两句诗 以激励自己 苟立国家生于死 敢因祸福必屈之 由于较长时间介入了中南海第一家庭的内务 田家英逐渐认识到毛主席有较严重的性格缺陷 如言行不一 喜欢玩年轻女子 独断专行 家长制 一言堂 多以喜变 不允许有反对意见等等 以及预见到江青有政治野心 一旦膨胀发作起来 能量会大的惊人 偶有假期 他总是设法和他延安时期的师长加兄长的胡乔木 李瑞等人相聚 喝酒聊天 摆龙门阵 他甚有酒量 在老友面前十分率性 口无遮拦 他称毛泽东为主公 称江青为密斯 密斯里 主公一级主上 是古代臣子对国君的尊称 可见在五零年代他已经把毛泽东当作国君来尊从了 密斯里这一称谓颇代贬义 江青本名李云赫 称李小姐而不称毛夫人 田家英的性格中有了眷狂的一面 千不该 万不该 有时康生等人在场 他也说出一些犯计的话 密斯里是个很不安分的人 总是想找到机会在政治上表现自己 如果不是在主公的控制之下 他是要跳出来胡闹一通的 密斯里又装病了 好像什么事都不想干 其实他是一心想摆脱主公的控制 按自己的意思演自己的戏 主公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流露 和蓝平的这段婚姻错了 但当主席又不好打离婚 我很担心 一旦密斯里出笼 后事不堪设想 后宫干政 汉有吕后 清有慈禧 田家英是在1956年之前后发出这些议论 感叹的 那时 他的师长 兄长们都不相信江青日后会在政治上有什么出息 在毛泽东市田家英为手足子职的那年月 自然不会有人去告密 连康生 陈伯达这样的人物都要从田家英口中打探信息 揣摩上意 主席最近读了那些文章 做过什么批注 写过什么诗词 夸奖过谁的文字 田家英遵守纪律 对毛主席的个人事务守口如瓶 陈伯达的频繁打探更令他十足厌恶 最看不惯这位理论家的那种魅上压下 以强凌弱的投机嘴脸 1959年期 8月的庐山会议上 田家英和毛泽东之间的政治裂痕逐渐显现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十亿年之后 亲历了大明大放 抓右派 大跃进 超英赶美 大炼钢铁 人民公社化 公共食堂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 一桩桩 一件件 是毛泽东艺人策划 艺人号令 唱独角戏式的 把全党全国玩得团团转 还公然在成都会议上赞扬个人崇拜 把封建帝王的统律术运用到党中央工作中来 人人都要仰仗他的鼻息 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如同虚设 田家英敬重彭德怀的无私无味的人格 支持彭老总向毛泽东大胆尘言 为民请命 庐山会议后期 田家英差点被画进棚 黄 张 周又卿反党集团名单中 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 康生 胡乔木等出面保了他 毛泽东也还需要他继续完成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编辑 注视工作 他向毛泽东做了检讨 得以避过一劫 一年大跃进 三年大饥荒 全国饿死人口数千万 在毛泽东地位最为脆弱的1960 61年 数度流泪表示悔改的日子里 田家英表现出对主公的极度忠诚 全力协助主公稳定局面 渡过难关 这是毛泽东和田家英关系最为密切的两年 几次中央工作座谈会上 毛泽东都魄力地拉田家英坐在自己身边 以示信任 重用 刘少奇 周恩来 邓小平倒是坐到了田家英之旁 田家英是1961年由刘少奇 杨尚昆提名 升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级别为正部级 军队正兵团级 中职机关历来按级别住房子 田家英一家被安排住进袁鹏德怀元帅住过的永福堂 永福堂匾额为大清乾隆皇帝首书 起初田家英不愿住进永福堂 殷鹏老总是从这里蒙冤迁出 但杨尚昆主任强调共产党人不讲采头讲党性 永福堂离毛主席的住所进 进出快捷 方便工作 他只好搬进永福堂以鹏总为鉴 居安思危了 永福堂房设宽丑 北房五间做了田家英夫妇的起居室和办公室 西乡房五间做了三个孩子及秘书 通讯员的宿舍 东乡房五间打通隔墙 做了毛泽东的私人图书馆 这图书馆的西面和东面各有一道门 东面的门外一条通道 直通毛泽东的住所菊香书屋 要论田家英对毛泽东的最大奉献 英是他从头到尾参加了毛泽东选集一致四卷的编辑 住室 刘少奇挂名毛选编委会主任 康生挂名副主任 属于君子洞口不动手 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 田家英年轻力壮 既姓又好 独单大任地领着编辑小组完成选篇 考证 文字加工等繁入而细致的工作 他并主持撰写了毛选一致四卷的987条注释文字 每条注释都力求写的简练 生动 准确 事后毛泽东大表满意 称赞他的牢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 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两本诗词集 亦是由田家英独立编辑完成 其中毛泽东坐于井岗山根据地和江西苏区的十来首诗词 作者本人都忘记了 由田家英从江西 福建 湖南 湖北等省市的革命博物馆的残破 由印文物中发掘 考证出来的 田家英还独立完成了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 以种本的编辑出版工作 并替毛主加进了一些名言 如谦虚使人进步 骄傲使人落后 要搞群言堂 不搞一言堂等等 受到党中央和毛本人的高度肯定 1962年前后 田家英又参加了毛选第五卷的选编工作 此卷的主要内容为1949年至1957年间 毛泽东的各类讲话 报告 文章 重要批示 在刘少奇主持的编辑委员会议上 田家英这位毛泽东著作的长期编辑者 注视者 竟力排众议 大胆沉言 反对毛选第五卷匆忙出版 他不必禁忌 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毛主席在建国以后有关社会主义建设 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论述 特别是有关经济建设的论述还不成熟 甚至有着明显的缺失 有待时间的检验 在那提倡全民学毛著的年代 田家英反对出毛选第五卷 名言毛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理论不成熟 有缺失 真乃空谷足音 震聋发聩 田家英的言论传到毛泽东耳里 能不大败胃口 怒上心头 于是一声令下 毛选第五卷编辑小组就给撤销了 1962年 国家经济形势有所好转 毛泽东度过了三年大饥荒带给他的政治危机 领袖地位得到稳固 开始对田家英产生恶感 该年的四 五月间 田家英律调查研究组从浙江 湖南农村回北京 在刘少奇 陈云 邓小平 彭珍的支持下 向毛泽东提出应允许部分公社生产队包产到户 以利恢复生产时 毛泽东变了脸 之后大会 小会上点名批评田家英思想一贯又轻 和他格格不入 带头刮单干风 黑暗风 翻暗风 毛夫人江青则前翠制田家英为资产阶级分子 1963年后 田家英仍然挂名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政治局常委会秘书 但已经不能参与中央核心机密 田家英不再那么忙碌 开始最新于史学研究 尤其是名 青史的研究 他多次向毛泽东提出离开中南海 去做一名地委书记或县委书记 他太太董编那时是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 意愿随他下放去做一名县妇联主任 但毛泽东不允许 他又提出不离开北京 只改行去历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 或去故宫博物院整理古籍 毛泽东亦不允许 田家英感到空前的困惑 无奈 他很羡慕胡乔木大哥 乔木大哥于1961年秋天起急请长假养病 激流涌退 脱离是非常索 是何等的大智慧 他甚至有些羡慕59年庐山会议后被开除党籍 下放到安徽一座大型水库去做文化教员的李瑞大哥 他曾暗中帮助李瑞 1962年差点让李瑞恢复党籍回水店部工作 但被李瑞太太告发 说李瑞曾在家中谩骂毛主席为独裁者而告吹 能去大型水库做一名文化教员也不错呀 空气清新 人事简单 工作之余还可以游泳 垂掉 对比自己 没日没夜的在中央工作 反而获罪党主席落到个不准离开中南海的境地 田家英终于明白 自己知道的毛泽东的隐私太多 不该管的是管太多了 单是毛泽东的经济状况 生活特权 男女作风三方面 田家英就是个活口 经济方面 毛一向自奉清廉 自许双手从不沾前 实际上 毛泽东选集一致四选 毛泽东著作选读假种本 以种本 毛主席诗词等等 印术上益测 绝大部分由各级党 正 工 团机关单位以工款购买 分发干部 职工学习 毛泽东却通通拿了稿费和印术稿筹 毛泽东有十几个银行存折 私人存款早就超过千万元人民币 他的一 十 住 行几乎全部由国家包办了 基本上没有个人消费 为什么还要贪图如此巨大的私人钱财 这在共产党内 在新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毛泽东是名副其实的新中国首富 毛泽东年年月月被宣传为生活节俭 艰苦朴素 大工无私 全心全意为国家操劳的人民领袖 说他足灯就不斜 身穿补定衣 晚上睡觉盖打了几十个补定的毛巾被 他经常批评干部搞特权 腐化变质 被资产阶级的金钱美女拉下水 而真实的情况呢 他本人却在全国各风景名胜的 文化名城拥有四十处以上的豪华行工 单是在杭州西湖 湖南长沙就各有三处 他每年有大半时间坐着专列火车北方 南方的巡行 所经过的铁路沿线全线警戒 所有客 或列车停驶让道 空中还有空军战斗机随护 那些行工则常年由国家拨出专款供养着 随时准备接驾 毛泽东在各地行工的姓势极为开放 好玩年轻美貌 出身贫苦 初中文化的女子 连他专门司机的漂亮妻子都不放过 为此江青曾多次告到政治局常委会 要求处理 在党内政治生活较为正常的1956 1960年 政治局常委会曾经专门开会 予以批评 帮助 毛也做过口头检讨 但会后照顽不误 田家英作为政治局常委秘书 做过会议记录 毛的私生子女有多少 田家英代位经办过的就有四个 一个由成都军区养育 一个由沈阳军区养育 一个由南京军区养育 一个由武汉军区养育 还有由浙江省委 江西省委 湖北省委 湖南省委安排养育着的呢 田家英小毛泽东近30岁 身体强健 既性好 比头活 一位年轻有为 博学强技的文字秘书 详细掌握了毛主席的这类隐情 怎么可能让他活着离开中南海 以在毛百年之后 去撰写什么秘密报告 回忆录 传诸后事 1965年12月 毛泽东在上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以突然袭击手段逮捕刘少奇曾经提名的国防部长接班人罗瑞青大将 林彪夫人叶群在会上揭发 罗瑞青身为军委秘书长 全军总参谋长公然反对林彪提出的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军事天才 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 是马列主义的顶峰 都是参考了田家英的看法 上海会议结束不久 田家英为了保护名史专家 北京市副市长吴涵 吴的后面是彭真 邓小平 刘少奇 背上了胆大包天 转改毛主席指示的恶名 田家英大获临头 在1966年5月间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 奉毛泽东之命 中央成立专案审查小组 下设四个分组 分头处理彭真 陆定一 杨尚坤 田家英 5月22日 星期日 中午过后 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 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立 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科长七本宇 三人来到田家英的住处永福堂 由安子文对田家英夫妇说 我们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 负责审查田家英同志 现在宣布 第一 中央认为田家英和杨尚坤关系不正常 杨尚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田家英要写出检查 第二 中央认为田家英一贯又轻 犯有一系列严重错误 罪行 第三 田家英停止反省 接受审查 现在就把全部文件 资料交出 由七本宇代管秘书室工作 第四 田家英一家立即搬出中南海 明天就搬出去 任何有文字的物品均不许带走 安子文宣布完中央决定 不允许田家英有任何申辩 即铁青着脸命令田家英点交文件 田家英知道命令直接来至毛泽东 向三人申诉也没有用 他把一份份文件移交给七本宇 七本宇逐份登记 安子文和王力在旁监视 下午六时 安子文 王力走了 七本宇仍留在田家英的办公室里 接收文件 直到天黑才离开 当天晚上 田家英一动不动地 坐在办公室里 不吃饭 不睡觉 搬出中南海 任何有文字的物品均不许带走 岂不是要被扫地出门 没想到是以这种方式 在这种时刻被赶走 接受中央审查 沦为政治囚徒 明天一家人搬到那里去 那里有田家英立追之的 深夜 七本宇来电话 以命令的口气要田家英到秘书室一趟 在文件清单上签字 田家英万念俱灰 七本宇本是他的下级 因作风问题挨过处分 现在却攀上了江青和毛泽东 仔细中山狼 得志更猖狂 暴君佩宁臣 国有大难了 从秘书室签字回来 田家英发现永福堂门口加了双岗 自己是被就地监禁了 他进到东乡房 毛泽东私人图书馆 面对一架一架的图书典籍 木然坐着 他爱人董鞭来喊他回卧室休息 他镜字在一张平日包书用的白纸上写画着什么 头也不抬 而要董鞭只管去睡 第二天还要上班 董鞭第二天五点钟醒来 见图书馆灯还亮着 赶忙去看丈夫 田家英仍坐在那里 问董鞭几点钟上班 董鞭说七点钟就得走 全国复联机关的运动也很紧张 已经有人贴他的大字报 随后 董鞭去厨房给家英和三个上学的孩子准备早点 又来说了几句准备搬出中南海的话 既然有字的东西都不准带走 就只能带被子 衣物了 天已大量 董鞭推自行车上班去了 5月23日上午 永福堂宁静的一片死寂 田家英的秘书奉命写检讨去了 通讯员也奉命外出办事 奉谁之命 当然不是田家英的 整个上午 只剩下田家英一人留在毛泽东私人图书馆内 还有永福堂门口的执勤战士 有人听到过一声闷闷的枪声 中午一时左右 通讯员从外面回来 安排田主任吃中饭 却满院子找不到人 围图书馆房门紧闭 从里面锁上了 喊了几声无人答应 通讯员觉得有意 只好去报告警卫局 警卫局立即派人来打开房门 几个人进去一看 抖见一排排书架之间 不少书籍洒落地上 像是有人拉扯挣扎过似的 开在东墙上的那扇门虚掩着 通讯员在书架之间寻找田主任 突然大叫一声 田主任 原来田家英双脚悬空 吐出舌头 被吊死在房梁上 田家英的爱人董鞭于下午三十 接到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的电话通知 要他立即回去搬家 搬到中职机关集体宿舍楼去 搬家之前 先去中南海西楼 见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 董鞭立即骑车返回中南海 到西楼去见汪主任 汪主任严肃地告诉他 田家英仇恨伟大领袖 判党自杀 你要划清界限 正确对待 争取党组织对你的宽大处理 董鞭吓坏了 欲哭无泪 家英那样热爱工作 热爱生活 热爱家庭 生龙活虎一个人 怎么可能判党自杀 董鞭被允许进入永福唐东乡房 毛泽东私人图书馆 看了家英最后一眼 家英被裹在床毛毯里 平放地下 舌头仍那么吐着 他要求替家英把舌头塞回嘴里去 警卫局的人告诉他 已经试过 牙关咬得太紧 塞不回去 他想掀开毛毯看看 亦被制止 自然不会有法医验尸一类手续 也不会有棺木 田家英就那么被一床毛毯裹着 当即被塞进一辆军用吉普车 拉去火化 飞灰烟灭 享年44岁 田家英有没有留下遗书 就是他胡乱写画了一通碗的那张白纸 中办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的汪东兴 把这页遗书交给周恩来总理 并问总理 要不要立即报告在南方的毛主席 周恩来面有欺容 也有气愤 沉默良久 为什么不厌尸就火化 没想到小田会用这种方式来抗争 中南海高级干部自杀第一人 邓拓也是自杀的 文臣以死相见 都什么时代了 党内的秀才一遇大风大浪 就表现出生命脆弱一面 不可取 也不值 他们参加革命的时间不短 但一路晋升顺畅 欠缺血与火的锻炼 摇摇者一舌 佼佼者一污 看看 这个田家英 生死挣扎之前 都胡乱写画了些什么 密密麻麻一大片 依稀可以辨认出来下面的词句 费兴胜衰存亡 至于中宁闲奸 独裁 中国数千年政治文化一脉相承 个人独裁 变幻莫测 自大狂 怀疑狂 痊愈狂 资质通鉴读过十几遍 玩党和国家于涨骨 一年大跃进 三年大饥荒 中国历史之罪 历史终归会记下这笔账 莫道书生空议论 头颅抛处写斑斑 此为吴有邓拓聚 听说他已经死了 敢摸着叛徒尸体痛哭的 是中国的脊梁 鲁迅先贤那 今日中国只有迷信 只有狂热 只有崇拜 没有脊梁 你老人家若活到现在 过得了1957年一关 过得了1959年一关 过得了1966年一关 党内驯服工具的制造者 倡导者 如今自作自受了 自食恶果 包括我自己 中国党内早就出了 斯大林晚年问题 比之斯大林晚年问题更甚 苏联没有死中国这么多人 党内无民主 干部无自尊 人民无安宁 民主被砍去脑袋 成为民王 罪恶权利夫妻荡 自古后宫干政约斩 密斯里出山 天下必大乱 周恩来越看越气愤 通通是发泄仇恨 对毛主席大不敬 汪东兴仍坐在他对面等着回话 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周恩来说 东兴 对不起 让你久等 田家英这个人死有余辜 我不同情 火化之前 艳艳师 就好了 我的这个态度 你可以报告主席 汪东兴不耐烦地问 这只乱七八糟的遗书 要不要教主席过目 周恩来说 你拿回去封存吧 再不要教第三个人看了 我的意见 也不要教主席过目 惹他生气 影响休息 主席还在杭州 汪东兴说 准备回湖南老家 韶山第一水洞 主席要求他的行踪保密 总理知道就行了 田家英自杀身亡不几天 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之书记聂元子等七人贴出校党委负责人的大字报 宋硕 陆平 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 一时间 北大校园内大字报铺天盖地 教授无法授课 学生无心上课 周恩来得知信息后 认为事态严重 当夜急派秘书去北大校园看大字报 并传达指示 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学校党委 点名批判党委负责人 须事先报经上级党委批准 不不然北大这么一带头 其他大专院校一轰而起局面将难以收视 周恩来的这一看法显然和刘少奇邓小平是一致的 康生却悄悄把北大聂元子等七人的大字报以电报形式 传给了隐居南方的毛泽东主席 情况更严重的是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 社长兼总编辑的吴冷熙被社内数以千计的大字报包围 无法开展工作 刘少奇邓小平经与周恩来商量后 于5月31日晚上派出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工作组 进驻报社接管工作 陈伯达连夜敢写出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于6月1日在头版头条位置上通栏刊出 刘少奇邓小平傻了眼横扫一切 范围多大 包括中央负责人马 周恩来却心里有数 要不是毛主席授意 陈伯达吃了豹子胆 当天晚上 在没有任何预先通知的情形下 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突然播出北京大学聂元子等人的大字报全文 并毛泽东主席亲自撰写的暗语 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 在全国各报刊发表 十分必要 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破 这回连周恩来也傻了眼 跟不上 毛泽东主席南方放话 北京领导人胆战心惊 大专院校革命师生热血沸腾